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它另有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俗名 马踏飞燕 当代诗人张克家 在踏燕追风铜奔马一文中概括说 这只铜奔马是条神龙 以世界为场所飞奔绝尘 引人注目 博得贺彩 铜奔马自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 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企至今 中国已有337个旅游城市 树立了这批别具一格的骏马雕塑 从而成为当仁不让的中国旅游标志 这件国宝级文物在1969年10月 出土于中国甘肃省五威市的雷台汉墓 墓葬历史及其主人的秘密 更是各界专家多年来 从未停止研究雷台汉墓的原因 雷台汉墓所在之地古称梁州 曾一度位居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同时它也是丝绸之路由东向西 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重镇 汉武帝元寿二年 为彰显汉王朝武功军威 汉武帝刘彻在这里设立五威郡 五威由此得名 雷台汉墓如今位于 五威市梁州区北关中路 这里已是一片战地面积 12.4万平方米的遗址公园 彭奔马在历史的长河中 沉睡了1700多年 与它在汉墓里共存的 还有99件铸造精良的 车马、勇、金、银 同等珍贵文物多达231件 所有的文物直至被发掘者唤醒那天 都不曾料到会在日后大放异彩 如今同奔马声名显赫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子党寿山 是甘肃省五威市国务馆的原馆长 对于这位茂蝶老人来说 一提起同奔马 四十多年前发现国宝的经历 仿佛就在昨天 我从党位上出来以后 正好碰上这个 津阳区的政法干部张有同事 在相当的过程中 他突然问我 雷台地下挖出精挖去的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知道我是搞文物工作的 我当时感觉到很吃惊 我搞文物工作十多年了 这雷台历程这么近 发现精挖去的了 连我都不知道 1969年以前 五威人眼中的雷台 仅仅是一个旗语的道观高台 因台上有明朝中期的建筑 雷祖观而得名 1969年的9月 在雷台附近居住的农民们 积极响应上级号召 在雷台东南角开挖战备地道 不久后 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选择这个雷台下面挖起这个防空洞来 台队这个洞子的油车发现了这个墨障 他们的话说里面东西很多 有同车 同马 同人 但是当时登下了一条规定 就是一定要破灭 不能走路风生 由于村民们缺乏对文物保护的常识 当时 当时把里面的东西 包括铜人 铜车 铜马全部装进麻袋 用架子车运到大队库房里封存起来 但半个月后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党寿山的耳中 党寿山当即奔赴雷台调查此事 在当地干部的配合下 对当地群众进行了动员工作 终于 这批文物被安全地救回 1969年11月 得知消息的甘肃省博物馆 对墨葬立刻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所有出土的文物 也正式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进馆 尽管当年抢救行动规模庞大且成功 但彼时的铜奔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因为在雷台墓出土的文物中 不仅有大批量的铜车马仪仗队 更发现了价值昂贵的陪葬器具 这让众多考古人 首先引发的是对墓主人身份的巨大好奇 在没有墓碑的情况下 如今的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奇 试图寻找墓主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但残缺破损的文物 是摆在王奇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当时被村民挖走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以后 发现有些有的残缺 有的已经破损了 有的腿或者尾巴都断裂了 为了将文物留存的历史线索 保存得更加完整 甘肃省博物馆当即决定 对这些破损残缺的文物进行修复 后来我们把他送到故宫博物馆去 进行了请了当时一个 咱们故宫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文物青铜器修复专家 叫赵真茂的 给他做了一个修复 现在就是成为现在我们这个样子 修复得非常好 铜根马由于保存完整 在文物修复期 并没有成为考古人们 重点关注的对象 破损的文物修复如初 这些精美青铜器具的主人 究竟是谁呢 王岐通过这些青铜器具 首先找到了文物所在年代的答案 这些展览里的这些器物 当时也都是在第二次 在墙就发掘清理过程中 发现出土的它的铜箭 青铜的头壶 这些器物它都具有很典型的 东汉文物的时代特征 从西汉开始 为了强化封建统治 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 掀起后葬之风 早期的西汉 以木果木和贝木为主 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 木果木和贝木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砖式木 石式木 雷台汉木就是在大型砖石的堆砌下 以一条长19.34米的木道 贯穿前中后三处木室 即左右各三处耳室 整体设有正寝和便电 这个地方所展示的是 所谓雷台汉木的一个平面图 它里边有木道 有前室 中室 还有后室 后室是它放两具棺木 是当时的木主人和他的夫人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木室 且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 从生活器具到军事器具应有尽有 这让考古人对于木主人的身份 更加地好奇 果然在雷台汉木出土的马永兄前 发现有守张业长张军的名闻 难道守张业长张军就是木主人吗 张业长这个人他不是木主人 因为他从考证来说 他的这个级别吧 他的这个丰路他只有六百代 按照墓葬规格 他的级别是达到两千代以上的官吏 所以左七千人张业长 他应该不是木主人 而是另一七人 既然不是张业长之木 可为什么会有印着张业长名闻的马永存在呢 得益于最新的研究成果 王琪发现这些印有名闻的马永 另有蹊跷 从我们最近对他进行的这种 X光扫射以后 他的扫面以后呢 从长马业长这里吧 经过最新研究吧 发现他这里吧 他是分有甲型马和乙型马 甲型马有三十匹 乙型马有八匹 甲型马铸造采用极为精细的铜彩 铸造工艺非常高超 相比之下 乙型马的铸造工艺相差甚远 两者的铸造方式也截然不同 甲型马呢 它是先是头 身 腿啊 但是呢 身子是两分片铸造的 乙型马呢 它的身子啊是前后两段这么铸造 就说明它的铸造工艺啊 跟这个乙型马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说明这个这批甲型马和乙型马 它可能是不同地点铸造的 或者是不同工匠铸造的 或者是不同时间铸造的 同一批陪葬名气出现了两种天差地别的工艺形态 这不得不让专家们对牧主人的唯一性产生质疑 沿着这个方向 王奇继而又发现 先前通过马申铭文寻找牧主人的方式 无法成立 当考古人推翻了以明文推断真相的方式时 王奇将目光聚集在了一号牧师出土的 这样一个物品上 绿右桃楼院 这个桃楼院有一米多高 由23个可以拆卸的部件组成 桃楼院呢 它的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独特 它这个四角都有角楼 全部可以在里边守卫观望 人员可以通过这个 咱俩互相支援啊 具有防御功能的一个豪足 楼院四周有围墙 四角修有角楼 严密地守护着中央的楼阁 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院楼 无疑也反映了牧主人的身份显赫 王奇推测 在东汉末年能达到2000弹以上官吏 且精通攻守布局的人物 应该只有当时的西北王 宣威侯张秀 有了这样的推测后 王奇随即找到了相应文物 加以佐证 据汉旧遗中记载 列侯黄金印 龟钮 文曰 某侯之张 丞相大魏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 黄金印 龟钮 文曰 张 中二千弹 银印 龟钮 文曰 张 可见龟钮是古代官职地位的象征 而雷台墓主人应该就具有使用龟钮 营印的身份 这几个印章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特别遗憾这几个印章的印文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个印文呢 后来我们之前呢 我们那个老馆长 四十分相承 还有张铺钮相承 他们就可以印章 进行了印章的解读 只有一门印章可以依稀便印出来 它可能是破枪将军 就是这么的印文 恰巧宣威侯张秀 就是获得了破枪将军的称号 种种迹象表明 雷台汉墓的墓主人似乎就是宣威侯张秀 所以经过这种排查分析方法 我们这个这个墓上的主人 使张秀的可能性非常大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 雷台汉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在长达约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 仍未探寻出最终定论 但如此扑朔迷离的身份归属 丝毫不减众人对这里的遐想与憧憬 1996年 雷台二号墓便也展开了发掘与保护 二号墓室的规格与一号墓室相差无几 只是规模不及一号墓且缺少耳室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发现了墓中的稻洞 墓里的文物几乎已被稻空 现如今的雷台汉墓为了更好的保护遗址 运用了大量的钢筋结构防止汉墓的坍塌 这一切更加得益于墓室本身出土的大批量珍贵文物 其中铸造最为精致的就是99件同车马仪仗队 也是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 也就在此时 最初不为人注意的同奔马 也随着同车马仪仗队一起 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由于车马排列的顺序已经被打乱 王企只能根据史料记载和零星的回忆 重新安排这支队伍 当时挖墓的村民回忆大概推测了一些 当时的摆放位置也画了些草图 基本复原的仪仗队在博物馆开始展出 同奔马由于其位置首当其冲 并且造型独特 开始陆续引发了专家们的探讨 而他所在的仪仗队共分三排 气势更是威风凛凛 这里边有38匹马 还有其他的一些他的坐机 夫人的碾车 还有后边的行李车 总共99架 最前面是他的两匹倒旗 后边是他的一排武士俑 手里拿着长矛 这一匹马车是他的行李车 最后一个是他有一辆牛车 这都是显示了 是一个将军出行的阵容 为了将笔食汉代高官仪仗队 威震四方的气势彰显出来 考古专家将汉代全套车马俑 武装出行队列整齐排列 其场面壮观 气势雄伟 被金人誉为地下千年雄师 同车马仪仗队代表着笔食汉代的威仪 气势宏大 铸造精湛 也反映了汉代超凡的雕塑工艺 那么庞大的阵容中 为何同奔马更具有一只独秀的风采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善继刚 通过对同奔马的细致考证与研究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第一种摆法呢 也是甘肃省博物馆的 那个最初的研究文章提出来的 就是在队伍当中 在队伍当中 也就是它前面有马 它后面也有马 而且其他的马呢 都是处于站立状态的 只有这匹马是奔跑状态的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逻辑 总观整个车马队伍 同奔马显得特别另类 但从头部尾部造型来看 同奔马与队伍中的 大部分马匹相同 头是雄胜 面带护具 围打飘捷 壮如流星 这明确表示 它是队伍中的一员 那么 这匹独树一致的同奔马 到底在队伍的何处呢 为了还原 同车马仪仗队最初的面貌 善继刚进而又提出了 第二种看法 另外后来就出现了 第二种摆放的方法 放在最前面 因为它前面没有马 它跑得很快 好像是和其他的马 没有产生冲突 但是这个也不符合逻辑 因为其他的马都站着不动 然后你这个马一技绝尘 你这个很快跑远了 所以也不符合逻辑 这件风格独树一致的 战马雕塑 通体青铜材质 身高34.5厘米 身长45厘米 宽13厘米 重7.15千克 善继刚经过各方专家的研究汇总后 综合了其神情造型等多方因素 确定了这匹战马在队伍中的最初位置 马的姿态脖子向左 表示他的队伍主体应在左侧 他的神情流露着努力奔跑的样子 表示他实际的位置离队伍主体还有一段距离 由此可以基本判断 这匹造型独特的马 当时位于仪仗布局的右后方 为了追赶整装待发的仪仗队 这匹战马昂首斯明 踏鸟飞奔而来 所以 这也是同奔马与其他车马俑造型 天差地别的原因 而重组之后的一仗队 为何要将这匹马放在队伍的最前方呢 我想这种摆设可能是为了参观的方便 另外从艺术来讲 它的艺术价值非常高 作为一种陈列 一种展示的手段 这样是可以的 其实早在1971年 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访问兰州 在参观博物馆时 就被这匹正在急速奔跑造型的骏马文物 深深吸引 同奔马仿佛穿越历史时空 与伯乐相遇 在郭沫若先生的赏识与推举下 这件文物相继在法国 日本 意大利等多国展出 亿万人交口称赞 他是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 郭沫若也为此颇沫挥笔写下了 四海盛赞同奔马 人人争说金履一的豪迈诗句 同奔马特点鲜明 一脚踩在一只飞鸟上 三足腾空 造型独特别致 随后这件文物获得了一个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名字 马踏飞燕 然而学术界始终无法将 这个名字作为定论 底下踩的这个东西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也是说法不一 你比如说最多的两种 一个是燕 一个就是鹰损一类 五位河西走廊的一带 其他鸟啊 这个这种造型啊 也有可能 也不一定是鹰损一类 所以我就说 从这个命名的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呢 也不一定非得把它 准确地概括出来 或者准确地指认出来 这究竟是个什么鸟 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这匹骏马雕像的脚下 踏的是一只燕子 那么马踏飞燕这个名字 也始终得不到 研究学者们的认可 根据国家文物局 关于藏品定名的统一标准 最终得命名为 铜奔马沿用至今 1996年 铜奔马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 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2002年 被国家文物局列入 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 珍贵文物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四族腾空向前飞奔 其中一族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 既显示了马的速度 又巧妙利用飞鸟的双翅 起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的作用 所以它这匹马的这种造型 设计构思 包括力学的平衡 掌握得都特别好 所以被称为一家国宝级文物 东汉铜奔马 是在汉代社会 上马习俗的影响下 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 青铜工艺品 当年工匠们究竟是如何打造了 铜奔马的平衡造型 是专家们多年来研究的方向 大家知道铁器是咱们在春秋展览以后 才发明的这种最坚硬的金属 铜的金属是1000度左右 铁的金属是1500度左右 当时的创作者 他就巧妙地利用了铁和铜的不同的融点 把铁住在铜腿里边 形成了一种铜腿铁骨 这匹马它是达到了最好的支撑效果 汉代社会视马为财富的象征 盛行车马名气随葬 东汉铜奔马是汉代人勇武豪迈气概 与昂扬向上精神的表现 也证明了铜奔马值得拥有高超的铸造工艺 这匹马正因为用了这种技术 在铸的2000多年之间一年铸力不到 表现了汉代铸造工艺 它的高超的这种创作力 铸造技艺 铸造水平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中 无与伦比的珍品 铜奔马以及铜车马仪仗队 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国力强盛 在马背上打天下与匈奴对抗 曾有梁州大马横行天下的佳话 流传至今 汉代开拓江域 通西域设河西四郡 张谦初始西域 开辟丝绸之路 深刻地影响了梁州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铜奔马不仅象征着汉代的战功赫赫 反映了彼时汉王朝的强大与腹底 如今更是勾连许多国家旅游文化交融的纽带 千百年来 铜奔马静静地矗立在武威 遗迹绝尘 今时今日 仍诉说着古梁州的金代西藩 葱又诸国 商旅往来 无有平觉 位于江家山上的小村庄 左左辈辈却无人姓江 千年前古人的一件用具却影响了世界骑兵史 东罗马玻璃器和美丽绝伦的金布瑶 只是它的日用品 它是谁 它生活在怎样的时代 国宝发现只寻寄北燕王朝 再现一个王朝的兴起与复命